Hi 大家好,這裡是飛仙星,我是Jason 大部分的電腦螢幕都沒有光源感應器 不像筆電一樣可以偵測環境光源 自動改變螢幕的亮度 如果在比較暗 光源相對不是那麼衝突的地方使用電腦 螢幕如果太亮就會讓眼睛覺得相當的刺眼 而幾乎所有的螢幕都有配備OSD 可以用螢幕上面提供的按鈕來控制相關的設定 但大部分螢幕的設定介面都非常的難按 而且又常常按錯 或是調整亮度的選項常常就藏在選單的最深處 整個使用起來的體驗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樣直接在電腦上面 就可以控制外接螢幕的亮度 甚至是音量等其他的選項 而且不論你是Windows或Mac都適用 而且這些方案都是免費的 調整亮度的方式總共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透過螢幕上面的DDC CI介面來溝通 讓電腦可以透過像HDMI這樣的傳輸線 直接對螢幕下達指令 所以必須先確認 螢幕上面的DDC CI的功能有沒有被啟用 這個技術在2005年左右差不多就被廣泛的採用了 所以現在大部分買的螢幕都有 如果在螢幕的設定選項裡面沒有看到這項功能可以啟用 那就可以考慮使用第二種方法 是用軟體的方式模擬 在螢幕上面打上一層深色的遮罩 藉由改變這塊遮罩的深淺 來模擬控制螢幕的亮度 首先是Windows的部分 可以在Microsoft Store上面下載安裝 Twinkle Trade這個軟體 安裝完畢就可以在右下角看到一個小圖示 點一下打開就可以看到 各個螢幕的亮度控制滑感 拖動它就可以控制各別螢幕的亮度 如果想要一次性的控制所有螢幕的亮度 那就把下面的同步調整的功能打開 就會發現滑感只剩下一個 這時候再次做調整 就會發現所有的螢幕都會跟著一起調整 接著打開設定功能到DDCCI的功能裡面 可以看到螢幕的其他控制選項 如果你的螢幕有喇叭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將音量控制的選項打開 就會多出另外一個滑感 可以用來控制螢幕內建喇叭的音量 而如果螢幕沒有支援DDCCI的控制功能 在Windows上面可以安裝另外一款軟體 叫Screen Dinner 改用模擬的方式來控制螢幕的亮度 界面雖然良春 但效果也是不錯 接下來是Mac的部分 我們要安裝的軟體叫做Monitor Control 下載的連結就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區 安裝完畢必須完成系統權限授權 才可以正常的使用所有的功能 啟動之後在右上角就可以看到一個亮度的小圖示 一樣拖拉就可以改變螢幕的亮度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是透過滑鼠的優標 移動到想要改變亮度的螢幕上面 這時候再按下鍵盤上面的亮度調整按鈕 就可以改變指定螢幕的亮度了 接著打開設定 在App選單的這個選項底下可以看到音量控制的部分 如果螢幕有那間喇叭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個選項打開 用滑桿的方式一起控制音量 而如果想要一次性的控制所有螢幕的亮度 就要在多螢幕的這個選項裡面 更改選項變成使用單一滑桿控制所有螢幕 而如果螢幕沒有支援DDC-CI的功能的話 不需要安裝另外一款軟體 在這款軟體的設定選項 我們切換到螢幕的這項功能 在下面找到對應的外接螢幕 並且將使用硬體DDC控制的功能關掉 就會改用軟體的方式模擬了 或是可以考慮直接安裝Lite版 這個版本直接就是用軟體的方式在控制 功能更加精簡 也不會要求授權任何的權限 最後如果發現螢幕明明就有支援DDC-CI的控制 也把它打開了 但還是不能用DDC-CI的方式來控制 那可能就需要檢查一下是不是有以下的問題要排除 第一點就是外接螢幕本身就有自動調光的功能 像我這台BenQ的護眼螢幕 就必須先關閉自動調光的功能 才能用電腦透過DDC-CI的方式控制螢幕的亮度 第二點如果是透過USB Type-C的Hub或Duck 來轉接到HDMI的螢幕上面 那就要注意Hub是否也有支援 像我手邊有一個雅骨元素推出的USB Type-C Hub 接上去之後就沒有辦法針對到DDC-CI了 而另外一個主要拿來給Switch接大螢幕使用的Duckertrage第四代 如果拿來電腦使用就可以正常的使用DDC-CI的控制 第三點是輸出了HDMI接口本身就不支援 像有一些筆電側面本身就會有HDMI的接口 或是像Mac mini後面也有HDMI的接口 有一些本身設計的時候就不會幫你送出DDC-CI的指令 所以當然也就沒有辦法控制外接螢幕了 如果以上的情況都沒有辦法排除 那也可以考慮剛剛提到的 用軟體模擬的方式來改變亮度 也是有不錯的效果 總之透過電腦就可以控制外接螢幕的亮度 不用再去按電腦螢幕上面那些非常難按的按鈕 方便了不少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优优优独播剧場